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儿频道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现役马来西亚男单球员黄志勇 黄志勇曾表示他的偶像是大马前一跟李中伟 所以非常的崇拜他 希望有朝一日能像李中伟一样为国家争光 在赛场上发光发热 他也因为早期的发型因素 被与球迷们给予了蘑菇头的外号 可是外表文静的他却在近年以来 从一个默默无名的球员 晋升成了当今马来西亚不可或缺的男单球员 黄志勇在赛场上很会破坏对手的节奏 出球和应对都很冷静 球路也是相当多变 属于技术与技巧型的球员 此外他也是为打法细腻的球员 更多的是与对手展开拉锯战 不过虽然近期他在进攻上有了不少进步 但是如果说赫世界顶尖球员相比还是会有些差距 当然由于他在训练中更侧重于加强技术方面和比赛技巧 所以他仍然需要多加锻炼身体和力量 在体能上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才能使他成为一名在国际赛场上的顶尖选手 现在就让我们透过今天的影片 一起来深入了解他的羽球故事 黄志勇出生于2000年为16日 在马来西亚的楼佛新生出生 黄志勇在家里的三兄弟姐妹中是最大的一个 他的父亲是一名羽球教练 所以在父亲的影响下 他在4岁时就开始接触于毛球 也一直都是接受父亲的羽球训练 他在小学时就读于班南华文小学 在小学时期就时常获得各个羽球比赛的冠军 渐渐地也打入周赛和全国赛 在他12岁时就加入了吉隆坡 五级加里尔体育学校继续升学 并同时能接受更完善的国家羽球训练 朝着他的羽球梦想前进 当时在志勇接到五级加里尔体育学校的邀请时 他的父母都毫无辞意地让他背井离乡 去接受更专业的训练 以亲近他的羽球技术 父亲知道训练他并不难 但如果他要走得更远 总是需要到位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 五级加里尔体育学校去 可是当时黄志勇的身形在于其他球员相比并不突出 也并不算是进步神速的球员 很大的因素是来自于他发育较慢所导致的 如今身高181公分的他 在16岁之前并没有现在这么高 所以表现也不算特别好 不过 大马羽种还是很耐心地监督黄志勇的进展 给了他足够的时间成长 在2017年的7月份 黄志勇代表马来西亚去参加 2017年羽毛球亚洲青年锦标赛 热税大马船队在会了传奇特务中获得铜牌 在之后的男双比赛中 他与谢伟杰搭档在男双项目的半决赛中不敌对手 再次获得铜牌 在同年的世界羽毛球青年锦标赛上 他也代表马来西亚团队在不能团体赛上获得银牌 更年的7月份 黄志勇在羽毛球亚洲青年锦标赛上 联系第二次获得混浪团体赛铜牌 然后他参加了男单比赛 在八强赛中败给了印尼的对手 Ixen-Leonardo-Immeno-Rambe被淘汰 接着在11月份 他参加了世界羽毛球青年锦标赛 他在第三轮和第四轮分别击败了赛会第13号种子 德国的Lukas-Rais和第二号种子 Ixen-Leonardo-Immeno-Rambe 成功抱回在亚洲青年锦标赛南单比赛上不敌之仇 然而 他在八强赛中输给了日本的奈良钢工大 止步八强 2019年9月 黄志勇参加了拿澳大利亚羽毛球国际赛 在决赛中对阵韩国老将选手李炫一 在第一局中 黄志勇惊险地以25比23显胜 并在第二局5比1领先时 对手李炫一因为无法再继续进行比赛而宣布弃权 从而夺得了南澳大利亚羽毛球国际赛南单冠军 这是黄志勇的首个国际赛冠军 能打败前韩国名将也证明了他是可以的 给了他不少的自信心 2020年2月 黄志勇随马来西亚队参加了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 尽管作为新手的他未能在比赛中发挥出色 但他成功与团队一起获得了亚军 之后 由于2019年观众病毒疫情肆虐的影响 许多比赛被迫取消 而黄志勇在这段时间里与其他选手一样没有参加任何国际比赛 之后 由于疫情的关系无法出国比赛 大马与鞋举办了邀请赛第一级别赛 让运动员能再无法参加国际比赛的同时能有些比赛经验 也让球员们能很好的保持竞技水平 当时还在大马国家与球后辈队的20岁小将黄志勇 也受邀一同与其他前辈队友们一起同台竞技 他在小组循环赛立刻大马国家队强敌参俊卫 最终在决赛上 晋级决赛的黄志勇 事宜21比13 21比8轻取受困于右宽骨软骨伤士 而多次在比赛中接受治疗的梁俊豪 抱回之前在小组赛的落败之仇 也黑马地支持勇夺冠军 虽然这项比赛当时在多位教有名气的前辈高手像是李子佳 刘国伦和宋俊阳都纷纷宣布退赛 黄志勇凭着一些幸运的运气成分下把握机会拿下冠军 但他仍对这个冠军感到自豪 因为他也是为平日在训练中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的男单球员 而这个重要的冠军也给了他极大的信心 给予他努力的肯定与回报 这次的冠军当然也让宇总在之后的比赛上给予志佑更多的出赛机会 让他能在国际赛场上获得更多的经验 2021年3月 黄志勇参加了布兰羽毛球国际挑战赛 并在男单决赛中以2比0的比分击败了来自西班牙的赛会要好种子选手Pablo Albion 赢得了他的第二个国际赛冠军 5月份 由于一些选手退赛 黄志勇有争取到机会参加首个超级300级别的西班牙大师赛 只是可惜经验不足的关系 最终他早在次圈比赛中就输给了法国选手Thomasnier Popov 无援再晋级下一轮 过后 黄志勇得益于马来西亚与总在东京奥会结束后的年轻球员培训计划 连续入选了苏迪曼杯 汤姆斯杯两项团体大赛的阵容 并得到了重用 9月份 黄志勇跟随国家队参加了苏迪曼杯比赛 他在小组赛中击败了埃及选手 并帮助马来西亚队以小组赛第二晋级八强 但马来西亚队在半决赛中输给了日本队 最终只获得了季军 苏迪曼杯后 黄志勇参加了在丹麦举办的汤姆斯杯比赛 在汤姆斯杯八强赛中 马来西亚队与英尼队一战 世界排名只在第82位的黄志勇被安排在了第二篮单 他也21比14先赢一局的情况下 被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金牌得主 召了成Kursky逆转人班两局 导致他输掉了比赛 马来西亚队也只不予八强 无法晋级半决赛 但他在比赛中的能海亚运冠军 力拼三局的表现仍然得到了马来西亚媒体 球迷们的一致认可 看好他在未来的表现 随后他参加了欧洲雨连巡回赛 取得了一些优异的成绩 包括在比利时国际挑战赛 和苏格兰国际挑战赛上的冠军 以及在杰克公开赛上以后获得亚军的成绩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 在年底的威尔斯国际赛上 黄志勇在首轮比赛中 由于受伤而被迫弃权退赛 也随着这场施力结束了他的2021赛季 2022年年头 在李子佳宣布退出大马雨种国家队 转当自由人也就是职业球员后 黄志勇也就成为了新的大马国家队中的第一男单 不过 当时世界排名是17名的黄志勇 并没有因为这种情况而感到压力 而是专注于努力实现 自己在年底前打进世界排名前25名的目标 在2022年1月 黄志勇参加了印度公开赛 这是他在该年的首个赛事 他在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 直到半决赛才和的被动道主选手 拉拉克西尔胜逆转 只不适强 之后 他身体不是选择了推出接下来的赛事 在康复后的自勇过后 跟随马来西亚国家羽毛球队一同参加了 在主场举行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 他表现出色 出赛三场接获得胜利 作为大马第二单打的他 在小组上面对新加坡的增加痕 比斯7比21 24比22 21比19逆转险胜对手 在半决赛面对韩国的金主万 黄志勇也是在先输掉第一局后 连赢二局击败对手 帮助团队晋级决赛 在决赛上 当时已经首握赛点的马来西亚队 派出了第二单单黄志勇出正面对 Excel Leonardo Emmanuel Rambé 黄志勇稳扎稳打 以直落两局击败对手 史大马队以3比0的总成继营下印尼队 帮助马来西亚队夺得了冠军 从3月到4月 黄志勇参加了瑞士公开赛 韩国公开赛和亚洲锦标赛 但都在半决赛前止步 之后 他跟隋大马国家队参加了汤姆斯杯 在巴翔赛中对战印度 两队在各获得1分时 黄志勇以第二单单出战队 雷瑞克丹比 对手延续在亚锦赛的七十一两局结束比赛 最终 马来西亚也以2比3的总比分不敌印度 止步巴翔 随后 他在泰国公开赛中 首轮便以1比2 不敌中华台北的王子维被淘汰 6月至7月 他则是参加了马来西亚公开赛 马来西亚大师赛和新加坡公开赛 但成绩都不是很好 只是在新加坡公开赛进入了8强 在2022年8月的共和联邦运动会上 由于马来西亚时任头号蓝丹李子佳 以专注备战将在日本东京举办的 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为偶而选择退赛 黄志勇作为替补得意代表马来西亚 参加混融团体以混乱者登来项目 他在混义团体赛中发挥出色 帮助马来西亚队夺得金牌 在决赛上 马来西亚队与印度队同样在各拿下一分的情况下 黄志勇作为第三项的南单对垒的是 成在汤姆斯背上不敌的对手 C-C-K-D-M-B 这是黄志勇力据上次吞败一幕的重演 以2比1的成绩成功拿下的对手 让马来西亚最终以3比1的总成绩 第四度在共和联邦运动会夺下金牌 在各人赛中 他也成功杀进了决赛 在接连打败了新加坡的洛剑佑和和水根斯开达比 他在决赛会是另一位印度星星 Laxia Sun 黄志勇在首局中以21比19险胜 次局则被对手以21比9帮回一城 来到决胜局双方比分交着 最后继高一筹的Laxia Sun以21比16实现逆转 黄志勇业银牌收官 共和联邦运动会后 黄志勇接着首次出战在日本东京举办的四锦赛南单项目 他在首轮对了印尼的Wildo E.Z.R.两决拿下比赛 首战四锦赛仅满足于32强 四锦赛结束后 黄志勇回到大马国内代表楼佛州 出征马来西亚运动会的南单项目 他顺利杀进决赛 并以2比1战胜另一位大马南单好手梁俊豪 为他的州属楼佛贡献了一枚金牌 11月 黄志勇分别在参加了海洛公开赛以及澳大利亚公开赛 两场赛是分别在首轮和半决赛中 接不敌中国的李斯芬和陆光主 然后 黄志勇在该年的最后一场赛事 80羽毛球国际挑战赛上 他以头号种子的身份一路闯进决赛 并以2比1战胜中华台北郭冠林 成功夺得该赛季的首个冠军 在2023年年头 黄志勇在连续四战超级系列赛中都未能进入四翔 来到三月份 他首次参加全英公开赛 在首轮比赛中击败了印尼选手Rus Vito 在次轮比赛中 他面对奥运冠军和世界排名第一的安赛龙 他毫无畏惧 并以2比1的比分暴人取胜 黄志勇也成为是黄中汉 说5率是要K3 李中伟 刘国伦 李子佳后第六位在国际赛战胜 Week the Axelson的大马南丹 这场胜利也让他提升了不少知名度 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毕竟能王安赛龙不是心意能被打败的 是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 尽管在八强赛中输给了中国的李斯峰为人晋级四翔 但黄志勇表示这次比赛经历对他有很大的收获 之后他在瑞士公开赛八强赛在与周天成的比赛中 因大腿受伤选择退出比赛 2023年4月 黄志勇参加了在阿联球杜败举办的亚洲锦标赛 但在首轮比赛中以两局不敌香港选手李卓耀 只不首轮 黄志勇在该年最好的成绩是在北极羽毛球公开赛500赛上获得亚军 他在该赛事的决赛上与师兄李子佳碰面 最终以14比21 15比21不敌李子佳 今年的一月份 黄志勇出战了在主场举行的大马公开赛男单项目 可是很不幸的他在首轮就遭遇了背部肌肉的伤势 无奈之下只好宣布退出比赛 在修养了一个月后 在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上复出 虽然最终马来西亚队获得了亚军 但是黄志勇在该赛事上只上阵了小组赛的首轮比赛 过后在八强对阵新加坡队 在与新加坡的男单正加痕比赛时 他在首局已比赛落后 又再次阴上而宣布退赛 可是这次的伤势并不是之前的背部肌肉问题 而是与他脊椎的椎间盘有关 他也需要接受手术治疗 康复休养需要2到6周的时间 在他康复休养的期间 他也调出了奥运积分排名前16名的位置 让他晋级巴尼奥运会的机会显得更加渺茫 然后就在近期 大马鱼总发了文告表示 这种虽然复原情况良好 开始进行的轻度训练 但还没准备好恢复高强度的训练和参赛 大马鱼总在评估了他的状况后 还是决定让他退出这个月即将要举行的亚锦赛 为了避免进一步加重他的伤势 亚锦赛是最后争夺奥运积分的重要赛事 随着志勇的退赛 这也意味着他也将无援出战 今年夏天举行的巴黎奥运会 黄志勇这次在争夺奥运资格的关键时刻受伤 可说是严重地打击了他的奥运梦想 但是不管怎样他的健康还是永远排在第一位 未来还有的是机会 最后黄志勇可是前大马鱼球衣跟李中伟 轻点有望在未来接班成为世界最好的男单选手 他在未来的表现真的很值得期待 不过说回奥运梦想 如果黄志勇下一届奥运能够顺利的参赛 他将会是以年满28岁的年龄首次参赛 对首次参赛的运动员年龄来说已经算是偏大 在之前毫无任何奥运参赛经验的 他是否能在奥运赛场上带来好表现也是个未知数 这将要取决于他未来几年里的发展与上线 大家又是否看好他能顺利代表马来西亚参加下一届的奥运会 还是说四年后又会有其他的新秀崛起 与他竞争奥运参赛的席位 欢迎在底下留言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获取更多精彩的体育运动员的故事 你们的支持将会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再次感谢大家